往台中经典酒店高达十层楼的外墙整修音架 在傍晚突然是整个倒塌了 由于当时是下班的时间 经过的人车是措手不及 有多料在饭店门口排班的计程车被掩埋了 中央分隔岛上是躺着多名被击中的伤患 状况是满目疮痍 目击者还是用手机录下十层楼音架倒塌的惊险瞬间 满满的车潮阴架就硬生生的被风吹倒 从慢动作可以看见落下的数量有多庞大 让四线道满目疮痍 前面这里是计程车排班 然后在那个凸起的地方 搜救人员心急如焚 举步维艰的穿越阴架 一整排停在台中市经典酒店排班的计程车 就被压在这高达两三公尺的阴架废墟之中 同如其来的意外就发生在六点下班的尖峰时刻 此时路过中岗路及践行路口的民众 万万想不到会牵架困惑 有单架吗 还有单架 十层楼的阴架让行精的车流措手不及 光是在中央风格岛就有三位伤者 急待送医 但是发现场实在范围太广 伤者至少有九人 骗群不着单架 客难的只能就地取材 好 到地球就好了 到地球 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西 你没事 你没事 救护人员的加油打气 让人鼻酸 安慰着有意识的伤患 简单包扎后盖上毛毯 但另外一头的年轻女子 却陷入深深的昏迷 你先在上面 左边上面 你先去照片我的 你没事 你没事 冰空马乱之中 不停地失作心肺复苏术 按压女子的胸口 丝毫不敢停下来 就怕宝贵的生命 在分秒中流逝 计程车 机车还有游览车 全部都无一信念 原本又来维修外墙的阴架 成为无望之灾 恐怕是谁都始料未及 成为 要用 维修的 这